爸爸是80年代舞打紅星前小豪 媽媽是國際華裔小姐郭秀雲 在這個家庭成長的龐景峰 都自幼雜母帶國家入演藝界 觀眾覺得理所當然 不過事實上景峰小時候 受父母直接影響不深 還說爸爸沒有教他武術 因為我爸爸或者我媽媽 兩個都是幕前人 他們拍戲多 所以不會在家裡 很少在家裡看到他們 反而在電影上看到他們 就覺得長大了想做一個英雄的角色 真的想長大了 不是真的做英雄角色 想做到一個英雄出來 雖然爸爸很忙 但是有一個人樂意教景峰武打 他就是叔叔前家樂 因為那時候大家一起住 我叔叔又沒有現在那麼忙 一個二十 那時候叔叔都只有二十六歲 他們開始教我做完這些八驗事 賭蠟、打關斗、踢腿 這些都是叔叔教我先的 景峰最近集合一班熱愛武打的朋友 一起練習互相切磋 這日他除了輕鬆做出前胸翻 後胸翻等動作之外 還跟女拍檔表現高難度 夾頭動作 真是少些體力和技巧都不行 除了夾武打 景峰還準備組 年輕一代的武打團隊 我們香港有李小龍、成龍、熊金寶 來連結他們 去到年輕一代 是多演員 但是幕前演員 就去學武打 做武打自己動作 自己的動作 自己的動作就越來越少 所以景峰希望 早年青一代的武打團隊 將香港武打電影文化傳下去 他自己拍動作戲都很樂力 最近在網絡電影 錦鼠魚貓之九幽血狼 飾演錦毛鼠白玉堂 大部分動作場面都親身上陣 還出了少許意外 有一幕是做了一樓跳下來 前胸翻到地下 我們做替身都比較多做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做古裝的時候 我們的鞋子又沒有保護力又薄 我反了甲 我的腳趾反了甲 我爆了血